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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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每天都收藏我們奇奇標股 這個節目的單元 台北股市今天呢 掌勢淋力當然最主要了 相信到這個時間點 大家都聽到就是說 因為研發出 目前已經研發出 渴望有效的一些治療的一些 針對這次武漢肺炎的一些 不管從疫苗到藥物 一個是疫苗 一個是藥物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從昨天下午 包括歐洲股市 緊接而來的美股全面大漲 今天包含像日經指數也大漲 那我們很快速看一下台股 加權指數今天大漲176點 來到11749點 那還是一樣 跟各位做個報告 因為我們主要 我們的會員主要 其實只有兩種 哪兩種 一種叫指數 就是說還是以指數的操作 就做波動式的操作為主 那這個部分呢 這是昨天2月5號 來給我簡單看一下 昨天是2月5號 那我每一筆 我還是跟各位要做個很清楚的簡報 就是說第一個我每一筆交易 我一定都會揭露 那所有的會員你可以去比對 因為所有的朋友 我都有提供你PSY交易系統 那這個交易系統 第一個我會每一天 每一次多或空 正午時要做空 副午時做多 我都會在研究報告上面 幫你 我們會做個統合 長期去做追蹤 比方說上圖 這叫電腦版 我們再看下圖 下圖叫手機版 畫面上你所看到這個是到昨天 昨天是2月5號 所以這裡有一個11474 沒有錯吧 這裡也是11474 你看全圖 我沒有要做期貨的分析 我只是跟你報告就是說 我每一筆都會向我們的會員做揭露 那他可以去看成功率 有沒有達到90%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就看 今天是不是2月6號 對不對 那你就持續看 你就每一筆持續做對照 好舉例 昨天電腦版的 這裡是不是-50 這個-50在哪裡 這個-50在這裡 這是昨天 那今天是2月6號 所以你事後持續做觀察 所以電腦版的一律 請你使用10分鐘撇算 我稍待再做補充說明 所以他總共有1234 所以昨天過後有123進目三抓 加起正50加負50加正2 好看底下 底下的叫手機板 沒有錯吧 手機板這裡是不是一個正50 那這個正50 是不是昨天2月5號 來人家對比 好手機板 昨天是不是2月5號 那不是在這裡 好就對照一次 那是不是在這裡 好記住 這個是在今天盤中 因為我要上節目之前 那我就截圖自稿 那當時PSY還沒有到-50 那我們的講法就是 你不要怕錯 也不用管 你今天再做多或做空 指數再漲再跌 你今天我提供給你PSY 就是讓你能夠去克服 不用歐白 你有照著做 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事後來做比對 來各位請看 是不是在這裡 今天1 2 那當時還沒有到-50 對不對 我們的講法是他一定會來-50 來請問他會不會來-50 他一定會來 我在正50空的我零走就走 如果又正50呢 再空他怕什麼 就每一筆都做 那因為在這是農曆年後 那麼剛開始也沒有幾個交易日 那有很多新朋友 他在農曆年期間參加的 那農曆年期間參加 我們當初有講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升級的方案 在農曆年那個期間 所以這個部分 我今天做個補充說明 不好意思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所有的會員 所有的會員 只有一檔股票 你說蕭蕭蕭蕭 你有講嗎 我說一次 所有的會員 就是不算股票會員 就是所有你用手機版本的 或是你使用電腦版本的 電腦版本要另外申辦 我只有帶你買 一檔股票 來買這一檔 來講一遍 觀眾朋友我不是推薦你買 好不好 你不要買 你買了你又罵我 但是我買了我就告訴你 來 各位請看 我們只有 你只有一檔股票 你也沒有第二檔了 你這一檔股票叫做 二三五四的紅准 來 再看著它 可是股票會員 VIP會員 你是有創建豪展秦城航空 紅康對不對 對 可是全體會員不一樣 因為全體會員你主要 是利用P2衰 操作台子旗 沒有對不對 手機版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每天做破洞 台子旗 指數Q到正50 半康 零週平昌 指數跌到負50做多 零週平昌 這很標準 可是我只建議你買一檔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不是短線操作 來 看著它 你如果說短線 這當然是非常好 為什麼非常好 你就看這裡就好了 就不用再看了 來 這裡 這一天是不是1月30號 來 請問最大價位量站哪 你是不是在這裡 對啊 那只要站在這個點呢 你就樂觀吧 好不好 因為這一天代表 有非常多人在這裡買進 有非常多人在這裡做賣出 不管買進或賣出 是過多大便跟著走 好不好 可是為什麼全體會員會買這一檔 不是用技術分析 量價本身是屬於技術分析 各位你請看 我把它縮小 我把它縮小 比較便於你做觀察 我把它縮小 我就一直小 再小 再小 好 小到不能再小 來 各位請看 我們去看這一檔股票 從去年 股價是不是在這裡 那在這裡 那請問這個點 是買進還是買出 不是啦 你有 這個叫強勢股 弱勢股 你說中華民國有這麼弱的 這麼爛的股票嗎 我跟大家分享 全體會員你只有一檔股票 那這一檔股票 來 看著它 這是在1月31號 來 先看這裡 我大概很快速跟你報告了 我不是用技術分析 跟你做簡報的 今年是2020年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的看法呢 第一個 因為目前還沒有公告 2019年的每股盈餘啦 那我們推估呢 2019年該公司 月略每股盈餘會在5塊8毛8 2019年 不是今年 我來看看 洪准 古年2019 應該是月略每股盈餘會落在5塊8毛8 你又賺5塊8毛8 為什麼股價跌到這裡 因為 我一過頭來你再看著它 因為除了2014年之外 2014年是不是5塊3毛9 這是過去的每股盈餘 每一年的 7塊3 6塊4 6塊8 因為去年 每股盈餘跌落到 不是今年的 5塊8毛8 所以股價在低檔 我認為是合理的 因為股價最終會回歸它的基本價值 可是我們發現到 因為它被嚴重低估了 那絕大部分我們PSY的會員 沒有在做股票 所以我是推薦它 你也不用買 你買一支就把它放 你就把它放 你也不用管國際股市漲跌 台北股市漲跌 我一定會 我帶你進 我就會帶你出 好不好 你說你要叫我報六個月 那你就報六個月 如果報六個月可以賺一倍 你為什麼不報 我的看法就這麼簡單 你不用管它短線的變化 我沒有要帶你做短線買賣 好不好 那為什麼我的看法 不是因為它跌可以漲 最主要就在於 來 各位請看 我們去觀察洪准過去以來 洪准早期前身叫華升 那因為洪海介入就更名 那轉為提供蘋果的一個機殼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我們去看 就是說洪海介入過後 我們長期來看 洪准的過去的歷史本益比 標準應該是落在十五倍 它的標準它合理是十五倍 可是我們發現到 第一個 這個 今年 洪准渴望 在蘋果的市占率它會提升 它會去擠壓到可成 它會擠壓到他號 所以呢 我們參考 主要 專業外資券商的綜合評價 我們預期呢 今年 該公司的獲利能力 會跟2019年做比對 我知道 你會擔心 有這一次 有所謂的武漢肺炎 那一樣 我們的看法呢 會比去年來的成長 那台北股市也找不到 也找不到 一檔重量級的全值股 股價被嚴重低估 然後 預期今年 2020年的獲利能力 會比去年好 你說那我怎麼知道它該買呢 我們講過 它的標準本益比 應該 有能力 讓你看到15倍 那如果現在的本益比低到 你就算嘛 股價 盈餘叫本益比 我就用保守來估算 好不好 好 假設 股價 是不是61塊 來 我們看 股價 那 盈餘叫本益比 如果一檔個股 股價在61 預估 每股盈餘 好 我算你7塊半 你告訴我本益比幾倍 8.1倍 那8.1倍 合理應該會落在15倍 潛在投包率1倍 有什麼困難的 來 哥請看 你說那這樣子我要怎麼看 好 來 因為你可以推算出 來 這個叫我們把股價跟過去的歷史本益比 做觀察 你就得出 你才知道它的位階 這樣OK嗎 你說我沒有這張圖 那你可以自己畫啊 那你說我該怎麼畫 那你不就怎麼畫 來 首先呢你是不是知道過去 不管你手上有台積電 有鴻海 有什麼股票都一樣 你一定知道 你手上個股過去每一年的 獲利能力嘛 那你也知道過去每一年 股價的高低點嘛 那你就把它抓出來就算 比方說2009年 這個點呢叫19倍本益比 19.8 這個點呢叫22.6 為什麼 因為股價150 每股盈餘6塊4 所以本益比是不是來到22.6 那你買在11倍 可不可以賣在15倍 沒錯吧 你買在9.5倍 可不可以賣在15倍 可以嘛 那如果現在 預估本益比跌到只剩8倍呢 所以所有會員 你只有一檔股票 叫紅純好不好 那叫做手機版的 包括電腦版 我們主要在操作指數的朋友 再來 你是在農曆年期間的 或者是你之前是我的股票會員的 你的股票就比較多 你有創建 沒有對不對 你有好展 你有秦城 你有紅糠 我就給你撿爆 就這樣子 也就是說 從今年以來 你就跟這些股票啦 那你說這些股票會漲嗎 不會漲我帶你買幹什麼 總部可能會跌我們去做買進吧 所以你就照著做 那回過頭來 我們稍待在下一段的單元裡面 這個部分我以後就盡量不提 因為主要啦 就是說個股是會員權益 那我也不建議大家做買賣 因為最主要我在前年 前年呢 原本我們會員每檔股票都贏 後來做到一檔叫3708的上尾 那一檔虧損 那一檔虧損之後呢 就很多朋友就會 當然會把我賊罵一頓啦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第一個我是對會員做負責 好不好 所以所有的朋友還是一樣提醒你 我只是做簡報 不是推薦你做買賣 這樣有清楚啊 好 所以整體上再講一遍 股票會員 VIP會員 你到目前為止 你的持股有創建 有豪展 有秦城 所有會員 你一檔股票叫做紅準 這樣而已 這樣有夠清楚嗎 有夠單純 那這些個股 每檔個股 我帶你進場 我會幫你設停利跟停損 該走 我會通知你好不好 不用走你就不用走 那你不用管股價短線 那你不用管股價短線 哇 上上去5塊 等一下他下2塊 你不用管他 該走我會通知你走 這是你參加的用意嘛 不然你參加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老子打股工以掌停板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我怎麼做 我清楚跟你做報告 就如同 我今天2月6號對不對 好 這是電腦板 這是不是2月6號 這是不是2月5號 這是不是2月4號 這是不是2月4號 沒有對吧 是不是1 2 3 4 5 是不是每一筆我都接了 好 看底下 這是不是手機板 這是不是2月6號 這是不是2月5號 這是不是2月5號 這是不是2月4號 我是每一筆都給你接 你自己都看得到 對不對 好 你就照著做 那該怎麼做 馬上向您做簡報 是3月5號 週末 線上收費講座 加點乘除 4折運算 再加練功夫 目標百千萬 報名專線 0800 55 808 0800 55 808 0800 55 808 現在就加入固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拔打 0800 55 50 808 0800 55 50 808 為了投顧 蕭老師 2月8號 9號 週末 線上收費講座 加點乘除 4折運算 才加練功夫 目標百千萬 報名專線 0800 55 808 0800 55 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樣啦 還是一樣說 我們就去趕快 因為畢竟這個禮拜 又快結束了對不對 這個禮拜要結束了 呃 明天在拜給我嘛 那還是提醒 跟各位做個報告 這個禮拜 我們原本我有規劃 這個禮拜 要辦北中南的說明會 那後來呢 因為這次 疫情的影響 所以呢 又買不到口罩 不好買啦 所以我們就改成 線上索馬影音說明會 那歡迎所有朋友招待 你可以看我們節目過後 有個廣告好不好 就是說你就在家裡 宅經濟 就宅在家裡 那這一次的說明會裡面 我最主要教你一個更有用的 就是我不需要指標 我用眼睛看 我就能減 我就可以非常有效 判斷出買點跟賣點 你 我舉例齁 這台北股市對不對 我用眼睛看 我什麼都不用看 連成交量都不用 好 舉例 我就這麼看 就這麼看 然後呢 我每一筆都要對 每個階段都要贏 你說怎麼有可能 這個禮拜 我們會有索馬影音 好不好 教你不需要任何指標 不用平均線 也不用成交量 也不用KD MACD 規例率 通通不用 也不需要PSY 你眼睛看 你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別 那我會在這個禮拜 我們有個線上 索馬影音 歡迎各位 也可以聯繫我們服務人員 來 我們先看 史維靜知心地 我就把過去 過去 就這個禮拜 這禮拜一是2月3號 我們禮拜一提到一檔股票 我們看法就是說 跌破11188 你要站在買方 對不對 禮拜一我們提到一檔股票 叫4735的豪展 豪展你進場之後 他拉了兩根漲停板 我告訴你一次 所以所有的觀眾 我沒有要你去追好不好 我們進場之後 隔天 U兩支漲停板 這樣有什麼要清楚 我不推薦你買股票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預期 該公司 我們調整該公司 2020年 2020年的獲利能力 這樣OK嗎 從原本的3塊7 調漲到5塊1 到現在的5塊2 所以我們認為呢 就正向樂觀 2月4號 是不是禮拜二 那麼請問 正午時 正午時 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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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筆都揭露 一定都有 2月4號 禮拜六 不是禮拜三 不是禮拜三 2月5號禮拜四 三 不管是電腦版的 或手機版的 為什麼持續都給你揭露 既然揭露就要每一筆 所以我們來看到今天 今天是2月6號 這是手機版 1 2 3 後來這裡又一筆 各位說一次喔 我每一筆我都會報告 好不好 1 2 3 1 2 就這個1 這個2 對不對 當時還沒有到負時 我們說他一定會來 有沒有來 他一定會來 他不可能不來 那這裡呢 你不要理他 他一定會來 早跟晚 就說 第一個手機版的 請你就使用5分鐘 那往上看 電腦版的 電腦版的 因為我要區分 我怕你搞混了 因為有些朋友 有些會員他本身 除了有手機版 他另外又申辦 電腦版的 我怕你兩個混在一起做錯了 所以我們的電腦版 我們的制式標準 請你使用10分鐘 那兩個就不一樣了 好不好 為什麼會不一樣 因為 我舉例喔 昨天是不是 2月5號 昨天2月5號 昨天這裡是不是負50 可是昨天2月5號 這裡是正50 不一樣耶 不同的時間點 時間不同啦 是5分鐘的先到正50 然後正50之後指數大跌 對不對 大跌之後5分鐘正50 是不是回到0了 你是不是可以走了 可是走的同時 來 它是不是回到負50 沒有對不對 沒有回到0 走了之後 它有沒有到負50 它沒有 可是它是往下續跌 好 因為它續跌 啟動了什麼 10分鐘PSY被打到負50 所以電腦版的 在昨天這裡是做多的 可是5分鐘沒有負50 5分鐘只有正50 所以兩者 你如果兩個都有了 你昨天是雙贏喔 你5分鐘的贏 10分鐘的電腦版也贏 我來講得有清楚 但是你就操作一種 你是電腦版的 麻煩你就照著電腦版做 你是手機版的 就照著手機版做 所以我們來看 這裡叫正50 這裡叫零軸 這裡叫負50 這裡叫零軸 這裡叫正50 這裡叫零軸 今天叫2月6號 這裡叫負50 這裡叫零軸 今天2月6號 這裡是不是正50 這裡是不是零 所以是不是 1 2 3 1 2 3 是不是三次正50 那我們去觀察它有幾次負50 它有兩次 這種東西 第一個所有的會員 你和我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同一秒鐘 我不會比你早 你也不會比我晚 我們會同時看到這個指標 在正50 或者是負50 甚至於它已經回到零走了 對不對 那麼我的工作就在於 第一個 如何讓這個指標可以維持 大家都滿意的成功率 當然我們的標準要設在90%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去面對它的每一次的變動 不管對跟錯 然後我們知道它一定會回到零軸 它一定會回到零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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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我在農曆年期間 我有接受邀訪 那做一些一般指標的說明 那我不小心在這一次的過年 去提到我們的PSY 那麼因為PSY它不是自視的 跟一般的心理線不太一樣 不一樣 一般的心理線它是很簡單的 它是以漲跌 漲跌 它只要把漲跌數字統計出來 然後就得出什麼 上漲的多 下跌的多 就得出PSY的波動 那是一般的 那麼我們為了追求準確度 我們 我不是用那個方式 我主要是用 角動量去算它的幅度 去算幅度的 不一樣 比較複雜 所以如果說各位您對我們的系統 想進一步了解 歡迎您可以詢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包括這個禮拜 因為有線上索麻影音 這個禮拜 就這個禮拜 就是說讓你只要用眼鏡看 你就可以判斷出每個階段 什麼時候該進場做多跟做空 也歡迎你 可以在節目結束過後 聯合我們的服務人員 節目最後祝福大家 和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那一位 都大證判斷 有意人為 這位投資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